秦漢描撇和林青霞烏龍昏訊 根本別有目的 你是資深殿堂的 永遠的小鮮肉 是 是 這永遠的褲瑤小生 一眨眼都已經72歲了 许久沒在台露面的秦漢 二號宇翁宏宏 為了主演的電視劇 《情愛的他們》回台宣傳 我演一個台商嘛 一個傻傻不弄弄的老家伙 老羅曼迪克的一個男人 歐隊勒在這要幫秦大哥成親 維基百科上著名 他出生於1946年4月24號 錯 秦大哥正圈的生日是7月10號 可是不掙不扣的巨蟹男喔 欸 根據唐國師對巨蟹男分析 他們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只喜歡熟人 圍繞在身邊 沒錯 翁宏偷偷爆掛啦 秦大哥他是沒有WeChat 沒有Line 沒有任何社交軟件 秦漢至今人靠打路機跟外界聯絡 確認是熟人後才會回店 阿開水 差題差遠啦 我是希望我演得少 我會有一點好笑一點 就好玩的 因為我不想要就是演了 像年紀大的戲就演了 快要哀哀苦苦的 哀哀一哭 病死了 快要死了 你拍完戲之後 我就很想看自己的作品 這就是拍別的戲修了 腦子的除量有點少啦 有設定演到幾歲嗎 我隨時都可以退休啦 沒有什麼規劃 但是我也不會說想要很密的工作啦 經紀人在後面 上次就剛好就是經紀人害的 他就比較好地讓我嘎氣 嘎氣還做飛機嘎氣 我說你這個太過分了 我已經七十幾歲了 你叫我這樣嘎氣 真的太累了 是說前陣子你跟舊愛青霞姐姐 喘出昏訓的事到底是真是假啊 不敢啦 你直接沒什麼好講的這樣 很無聊啊 那別有目的啊這個 還會想看多久 你越追蹤 越來越幫好 我一直追蹤啦 聽到這話題 秦大哥走得好急啊 直接趕著跟女兒飛去歐洲玩 喂 別丟上我們啊 娛樂動新聞 歐洲小心點啦 報道 報道 沒有人給你動啦 有家看我送 給你白頭欠 最無聊的 各位看我送 好坑不求 我們現在主持電視 做一個朋友